这次选完以后 赖清德的动向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因为现在民进党 他党内他要产生一个新的共主 备战2024 那这个人是谁 就我所知 赖清德已经当人不大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组长人张有华 这次选完以后 赖清德的动向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因为现在民进党 他党内他要产生一个新的共主 备战2024 那这个人是谁 就我所知 赖清德已经当人不大 他在选前成立了信赖办公室 信赖办公室就在他的 办公住所的旁边 那他有各个地区的负责人 北部地区是段宜康 中部地区是陈世凯 南部地区是潘蒙安 那这次我们看 几个败局已定的县市 各位有没有发现 赖清德都当压轴 为什么赖清德都要当压轴呢 因为他知道 一个县市的失败 他必须要送温暖 你尤其蔡英文不去的地方 他非常喜欢去 就是非常奇怪 毕竟这些人败选是没有关系的 那至少他的根还留在他的选区 所以赖清德现在跟永远会 跟郑国会 跟新潮流 他们这三者已经渐渐的合流 那我们现在看台湾的政论节目 已经在开始帮赖清德敲边 然后讲赖清德跟我一样 为什么跟我一样 因为我事先讲的叫做民进党崩溃论 10月5号我就开始讲 一直讲到今天 那我没有改变立场 他说其实赖清德去住田的时候 就看到民进党选情不佳 就开始帮赖清德敲边 他说有些地方会输得更多 如果不是赖清德去的话 会输得更多 这又在造神嘛 那这些人我很佩服他们的 他们反而不是骑墙派 他们也不是风向派 他们是什么派 他们是永赖派 本来是永英派 现在呢变成永赖派 这些人的转换 风往哪里吹 他就往哪里走 况且不到一个晚上 他们现在不谈差英文了 反而在鼓赖清德 那赖清德他私下 跟民进党内部的派系 不知道谈过多少次 那现在整个布局都已经是非常的清楚 这里面有两位重要人士 他们是借地赖清德 就是直接参与党众型选举 掌握党机器 可是各位 赖清德只要做这个动作 无疑是向蔡英文的权力提出了挑战 就是说赖清德要不要做的如此的决裂 就是非要跟蔡英文一针长短 因为只要赖清德他出马 选党主席的话 我可以告诉各位 百分之百就是赖的 因为现在民进党内部 已经开始造神了 这个神就是赖神 我们称赖清德叫做赖神 就是他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回过头来说 赖清德是蔡英文的父子 你既然看到选情不佳 你为什么不跟蔡英文讲 而是选完了以后 你是事前诸葛 那蔡英文是事后诸葛了 你的意思是赖清德见解超过蔡英文了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们今天去看问题 就是说这些 所谓的政治人物的算计 他们每一步走法 是出乎常人的预料之外 赖清德也是如此 现在就说回来 就是说一方面 新潮流说要由东宫太子 郑文山主格 另外一方面 如果苏贞昌真要选党主席的话 赖清德一定出名 如果苏贞昌不选 你赖清德未必要这个位置 那换句话说 这个中间的关系全部都是连动式 那现在赖清德反正不管 他找了很多的金主 帮他成立了办公室 他成立办公室 他主要的用意 第一个 他现在开始一个一个联系 市议员 我讲的是市议员 这次不论是当选或者没有当选 不论是任何派系 他都纷纷自电 自意 就是给他们温暖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 各位有没有发现 他现在频繁的跟这一些派系 他派系合作 他有意隔绝 蔡苏联盟 就是说他希望逐步瓦解 蔡英文跟苏贞昌的联盟 然后第三个 对于东宫太子 究竟要不要接隔绝的事情 赖清德是保持沉默的 因为我相信 只要东宫太子接了隔绝以后 他们两个中间 主要的过去 赖清德跟蔡英文的 联络沟通管道是成局 那他跟郑文燦之间的 联络沟通管道 是新潮流的大楼 所以我们就看得出来 你赖清德 他对于郑文燦要不要接隔绝 他保持沉默 他保持沉默 并不代表他没有意见 或者是有意见 而是说我们谈 怎么谈 因为毕竟距离大选 到明年的三月底 甚至于五月底以前就要确定 这个时间 是不容许民进党拖下去 所以我们可以看 就是赖清德 他成立信赖办公室 不论蔡英文喜欢也好 不喜欢也好 反正他备战2024 他已经是当仁不让 现在赖清德只是欠缺一项光环 这一项光环那是什么 他是不是绿营的救世主 或者是绿营的共主 成为真正的赖神 这个就要看 蔡英文 苏贞昌 跟赖清德 还有东宫太子 郑文燦 这四者之间 要入动关系而定 再次采订来 宝宝 再次采订来 在这儿的救世主 为真正的救世主 不许营的救世主 为真正的救世主 在这儿的救世主